郭台铭现在他请走基层 但是这一些基层 毕竟还是在精英教育的范围以内 他没有办法去接近广大的台湾民众 这个是郭台铭未来 他真要进入大会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角人 张有华 现在接近国民党的征兆平民作业的时间越来越近 国民党的征兆大概有四个指标 第一个是内参民调 第二个开拓票员 也第三个就是民意代表的支持度 因为国民党是在野党 所以他一切以民意代表 就是县市级县市议员一直到立委的支持度 那第四个 除了这前面三项以外 还要看他的区域优势 看他能不能在中南部多拿一些票 他是用这四个指标 就内参民调来讲 郭台铭疏口有意 我已经说过了就不再重复 现在我们来看看郭台铭他为什么要到新竹东海大学台南高雄还有一些地方走走 那显然郭台铭是在展现他的他有这个能力可以开拓青年票员 这个是郭台铭踏出的第一步 那第二个他为什么一直到森林地区去开小型座谈 他主要是要测试一下他在森林地区的水温 看看在这些区域他能不能胜过侯友宜 那第三个讲到区域优势 那区域优势我们可以看到侯友宜 他一直从台湾头基隆到台湾尾屏东 他的得票都很平均 但是跟赖青德相比的话 他在中南部显然输给了赖青德 只要郭台铭在中南部的票源能够胜过赖青德一点点 中南北部输了 因为北部算是国民党的执政区 在这个执政区里面 我们看郭台铭他请走的地方 是新竹县新竹市苗栗还有桃园这四个地方 这四个地方如果他能够赖青德或者是侯友宜的话 他就有机会得到提名 所以我们现在看郭台铭的整个的布局 他是趁侯友宜被绑在新北市议会 他是全台走透透 但是我们也看到他有几项不利的地方 第一个他的圈子越来越小 就是郭台铭的竞选办公室几乎都是他自己的人 那当然他也跟公共公司有签约 就是他到这些地方去 几乎都在谈两岸政策 就是换句话说 郭台铭认为如果他争取出现又赢得大选的话 那他会跟中国大陆坐下来好好谈一谈 除了好好谈一谈以外 他也提出了不独不武 所以他认为只要他坐上大位的话 他中国大陆就不会武统台湾 这是郭台铭的基本上的论述 那第二个论述 他就讲只要他能够融通大位的话 他一定会改善青年人的低薪问题 所以呢 这一方面倒可以吸引青年人 但是我们现在看郭台铭的内参民调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无论是郭台铭也好 无论是侯友也好 在青年选票这一块 他们都是不如柯文哲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郭台铭就是不断的跟青年人交谈 座谈会谈演讲 那青年人领不领情 可以说从东海大学的 还有新竹那一场演讲 你看得起来 青年人还是属于少数 所以如何开拓票源 尤其是妇女票 尤其是青年票 尤其是中间选票 可能郭台铭这还要加把劲 那第三个 郭台铭现在谈的 基本上都是老生常谈 然后台湾社会所充斥的各种的问题 事实上 郭台铭应该要把自己的演技 你放开一点 第一个他必须要谈台湾的治安 台湾的治安在民进党 统治下的青年人越来越差 他应该针对治安的问题 因为这是郭台铭的强项 他的父亲就是警察出生 他很理解基层警力的问题 那郭台铭应该讲这一方面 那其次就产业上面 你来讲的话 你郭台铭应该讲 虽然他讲到AI 可是台湾还是你很多人听不懂 什么叫做AI 他应该讲的更精确一点 这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他应该讲台湾怎么布局全球 包含中国大陆在内 那事实上 他的幕僚 还有相关帮他助选的人 显然抓不住台湾的脉动 也接不到台湾的地气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所以郭台铭说给他30天 让他在民调中能够胜出 但就目前你来看的话 就是国民党 大概在5月17号到5月19号之间 他会进行征召作业 在这一天 大家都要见征章 所以我们可以说 郭台铭现在他请走基层 但是这一些基层 毕竟还是在精英教育的范围以内 他没有办法去接近 广大的台湾民众 这个是郭台铭未来 他真要进出大会的时候 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所在